大家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三 我是波斯顿网站设计师凡 那今天正好是夏天的第一天 也就是夏至 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夏至好了 因为我在网上查到一些有趣的小知识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聊电脑相关的东西了 日也被称为夏季的第一天 是一年中标志夏季开始的重要天文事件 它通常在每年的6月20日或21日发生 夏至是最长的一天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 在这一天地球的轴倾斜角度达到最大 太阳指射点最靠近北回归线 太阳的路径 夏至期间太阳早出晚落 导致更长的日照时间 太阳在天空中达到最高点 导致白天变得更长更温暖 夏至有什么文化意义呢 夏至在历史上被许多文化和文明 所庆祝和观察 它往往象征着一年的终点 代表着丰收繁荣和庆典的时刻 夏至有很多传统庆祝活动 许多文化都与夏至有特定的仪式和传统相关 例如欧洲的中夏节庆典 美洲原著名的太阳舞蹈 以及英国巨石镇的现代集会 那我个人最喜欢知道的就是 夏至这一天有没有什么特定的食物 那因为不同的文化和地区 可能有不同的习俗和饮食偏好 然而夏至作为夏季的开始 通常与丰收繁荣和庆典有关 因此人们喜欢吃一些清凉清爽的食物 来庆祝这个节日 例如中国的粽子 北欧地区的酸奶饼干 也是夏至这一天 欧洲人比较喜欢吃的点心 那这个北欧的酸奶饼干 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我上网查了一下 那北欧地区的酸奶饼干 是一种传统 也被称为Scare Biscuits 斯基尔饼干 它的特点是酥脆带有酸奶的味道 嗯 因为是有酸奶做原料 这个饼干好像我从来没有吃过 它是用面粉酸奶黄油糖 还有一些发酵粉和盐混合在一起 然后揉成面团烘烤而成的 听起来很有意思 然后这个饼干有浓浓的酸奶风味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就是 那我很喜欢做饭 我觉得我有可能要做一下这个饼干 如果我做好的话 我可以照一个相片发给大家看一下 那好 因为今天是夏至 所以我们就聊了一些 一些夏至有关的话题 那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过的 因为我们是 我是在美国 那我知道很多海外的华人 对这些传统节日 可能不一定很在意 如果您有特意做一些事情 也希望您留言告诉我 您是怎么样庆祝的 嗯 那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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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